最近台湾持续高温炎热 用电量告急 行政院长林全首都松口表示 要重启合一 林全这些话立刻引发争议 桓团今天上午到北柬 暗铃控告林全公共危险罪 国民党立委则痛批 新政府又建法夹湾 民进党委员都说了 这个叫做自打脸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法夹湾 林全院长已经非常清楚强调 绝对不能言议 而且不可能言议 林全院长讲出说 是不是在安全前提下就考虑 核一可以重启 林老师这个议题很严重吧 很多人听了以后都说真的假的 这个我先不要管真的假的 民进党这么快 才执政两个礼拜不到 然后这个经济部长 就开始扮演果文老师 并联 并联发电 中文老师了 对不对 他居然现在用这么一个 连我完全不懂 为什么用并联发电 不是重启 我真听不懂 他还好没有说2025非核家园 变成2025非核四家园 我拜托 这样掰下去不得了 而且他用的理由实在太可笑了 他用的理由是法国都淹水了 法国淹水 跟你有个 好了我别讲那个话了 杨老师差点蹦出 大国淹水 铁轨热歪了 我真的觉得亲戚部 极端气候是今天才知道 你选举不知道还这么回事 所以 我必须说 这件事情多严重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非核家园2025 什么叫非核家园2025 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年代 说现在重启的那个东西 我现在不用他的什么病例 还是重启 核一 一号集 2018年12月5号要停机的 它今天是2016年的6月了 换句话 它即便重开过 大概也是只能到2018年 也就是大概两年 一年半加 两年半 就结束了 然后第二号集 2019的7月份就要停了 而且是最热的时候 7月15号 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个经济部不能处理 光凭这个 我先不要念和二和三 光这两个最后结束的日子 就合一场全部停机 因为最后一天是2025年5月17号 停机除役 和三除役 这个日子就下一次 2020选举前的日子 也就是合一场 按照下一次 应该完全停下来 也只有三年十个月的时间 到2019年7月15号 三年一个多月了 三年多一点 因为是7月嘛 三年一个多月 你现在就告诉我 说没有办法 一号集停不下来 因为本来一号集已经停下来 剩下就等二号集 两年多把停下来 那你只有两个嘛 第一个就是 你就自己谦卑的承认 现在还需要核电 对不起 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第二 你就承认自己 你自己无能 变成无核家园 那就拜托换人 因为我还是相信 我不管气候怎么变 天气怎么热 台湾是会成为无核家园 尤其前两天 那个黄国昌还提一个什么照片 那是核的 虽然那个核还好久 可是那已经够吓人了 也就是说核能变成无核家园 必须要成为事实 民进党不能转弯 不能跳票 那你就要想尽一切的政策手段 去达成今天用掰的 说什么病联发电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你就像喜马飞一样的 我想越过这一个核一 先把核一的一号机恢复发电 我明年想想办法 因为今年明年夏天太多 太多电药用了 然后我那被载太少了 错 今天政府 今天人民选你做执政党 就是要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国民党照样处理 他没有核四 他也就发电到今天 所以我希望环保人士应该 我不晓得他们会怎么看法 我认为应该给经济部要抗议了 而且我觉得经济部 现在应该提出办法来了 说你怎么样让人民的用电变少 你怎么样使你的 所谓的替代能源 增加你应该先提供这个东西给大家看看 否则的话今天这个转弯 跟嘴巴在那里摁拗 什么并联 我拜托你不要再讲第二次了 并联发电 就是重新发电 就是重启发电 就这么简单不要换名词 你可以把价格提高 我第一个在这里宣布我愿意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我付两辈子钱 这可以吧 就说你把尖锋用电好了 你说反正很热 气象局规定有36度以上温度的 凡是尖锋用电全部加高价格 来降低总用电量或者如何如何的调整 我可以想出十个八个环保团体早就提出来的办法 可是你一个都没讲你最简单的方法重启 结果你什么都没有做 我一想到的 哎呀电不够怎么办 重启 那我就让国民党执政就好了 我干嘛要民进党 民党给我们的承诺是什么 国民党给我们的承诺就是 非核家园 我一定不要用核电慢慢逐步达成 一号机都已经停了那么久了 好了原来人家说是维修 维修也没说 因为维修也只是因为要让 核能逐步的停下来 它已经停了 你如果现在把它重启 我保证 它将来到了除异的时间 它停不下来 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来取代它的用电 虽然它的 你知道它的用电才多少 才增加全部电力被载的1.7 1.7都解决不了 你只要把整体的用电少 1.7都做不到 非要用什么被 叫什么病连 你看我被都被不出来 它非要用这个奇怪的名词 你就用一些很棒的政策 如果没有 我要这个经济部长干嘛 所以我根本不认得他 可是我觉得民进党要加油 才两个礼拜 这个用这种方法凹啊 实在人民不太能接受 专闻为为了1.7的这样一个被载容量的话 要牺牲到民进党对民党的承诺吗 对于姚老师刚刚讲到 这件事情自制体大等于是把民间党所有的程度打破了 不这样吗 这个当然就是体大 但是呢我佩服姚老师对非和家人这样的一个坚持 但是是不是会有一点误解的地方 核一啊 那个药机它停机 税休以后停下来了 对 它跟核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核四是封存的 今天如果说核四你重新把它启用 我告诉你 我看连所有的部位所长 搞不好连总统都要下来 核四重新再启用 民进党下来应该 那一直造反 那当然要下来 那今天啊 一号机重新在 现在就决定嘛 经济部这样讲了 你也突然说要停下来 我看可能也不太容易 应该是它对整个事实的铺陈不够严谨 然后让外界给误解了 这个一号机比如说 它在连 为什么会停这十七个月 当初你那个整个核料 那个把守出了问题以后 你停了这十七个月 就是要朝野编的预算 国民党当初执政的时候 编这个预算 有问题了 税修 马上停机 然后我们去修完了以后 当初并不是讲说 这个停下来以后 是为了要封存 跟核四一样把它停下来 我想当初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但当然如果说借这个机会说 既然已经停下来了 那就不要再用了 当然非常好 可是可能就是说 新的政府也没有去体会到说 他这样做的一个决定 其实会让环保人士 尤其像姚老师这样子 他们会感觉到 这么样的一个气氛 那我倒觉得 政府在谈的时候应该是讲说 你在限电跟原来的 修好的之间 要重新再启动之间 二选一 你要选哪一个 是不是如果真的 这一点多的一个缺口 这个百分之一点多 你找不到这些 那个备用的一个电力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政府确实这一次没有去讲清楚 但是如果说 因为一号机重新在启动 就变成把整个非核家园的成统给破坏掉 可能这个又有一点太延过其实 因为毕竟民进党订出来的非核家园的一个主张是2025 所以据上一次的教育委员会 他做成这样的一个决议以后 你本来就是要到原人会 你必须要到教育委员会来做一个报告 专案报告以后 那再可以再重新再来启动 那今天是因为这个大委员召集人在这里 他不排嘛 今天如果成学生排了一个专案报告以后 那我请问学生啊 那到底要不要让他重新再重启 他的运转呢 解释上他可以解释的很清楚 我觉得今天啊 姚老师因为本来他从一而终 就是对非核家园他非常坚持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我感到敢配 但问题是国民党我就觉得怪狼 国民党让我感觉是 你选前是一路这样子永和 那现在变成批评我们是法夹官 我还批评你们现在还是神经戳乱 别人我不敢讲 我觉得国民党就有点戳乱 就不行啊 马上要达到非核家园 什么时候你们变成比我们还要百合 我们直接问一下 教育后委会来的专业 还有我上一届 上一届我也是专业 这届现在也是专业 专业兄真的是要跟上 你不给人家排啊 我今天看到你的讲法就是说 哪怕礼拜三的你认为 那也不是中央报告啊 不是因为今天早上 我们在教育文化文会 问了前立委 现任文化部长郑立军 因为这个提案是当时 是他立委的时候提的 然后当时提这提案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技术性的 就是提前让合一除一 等于是提前除一 对所以就是不让原能会 送来的报告可以排上一层 而且是强烈坚决反对 那今天我在立法院问他的时候 说你态度改变没有 他现在比较有行政伦理了 他说他会回到行政院会的时候 把他的立场说得很清楚 那我说你的立场会改变吗 他就拿了一个包包 说我是人我反核 很清楚了吧 所以我收到郑立军的感召 很好啊 对所以我觉得 你立场立场没有改变嘛 所以我连那个报告都不报告 我本来是礼拜三哦 我排了一个非常中性的报告 就是新政府如何处理核一厂一号机 停机问题以及台电 供电缺电问题很中性吧 就民进党突然一阵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来参加 这个委员会 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又讲了 我说这个报告 只是一个中性的报告 至于能不能启动 要交给民进党拍 因为原能会是归民进党 招委黄国书负责的 就黄国书就散了 他说这个他不敢碰 他碰了他有无法见人 所以民进党碰到这问题 就像碰到美朱一样 并且话讲满了 所以现在不能转弯 我还很佩服张瑞雄 今天可以那么义正词言 还大胆讲出这么多话出来 我只能讲说 民进党现在碰到这问题 我承受的是一个事实 今天如果说你 交易委员会做出的决议 我说实在 我当然知道背后的一个含义 但这个决议如果让国民党来解读的话 你们差了几天 你们态度完全大转变了 我乐于看到中国国民党 他现在认为在野以后认为说 应该来追求这个飞恶家人 我也认为可以 所以我才讲说 但是民众不相信我们 所以我就说嘛 就相信你们发现受骗了 所以我说现在在飞恶家人上面 我们立场一致了 我告诉你 上次那个决议 上次那个决议你把它想想看 520以前谁在执政 预算谁来编 所以每一年定期来税休 你干脆就讲说 以后坏掉以后 全部让他坏掉 不要再去碰他 不要再把它修复 就不要让他动就好了 有可能 我现在跟大家报告 虽然刚刚 你又做出这种决议 我表示还你 他有拿出说合一合二的处议时间表 我跟各位报告 在今年3月份 我问过前任元能会周主委 他还跟我讲 如果我们储存槽问题没有解决 明年6月合一合二 全部提前处议 所以明年的限电问题 会比现在更加更加加倍严重 可是刚才 专闻人在描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说 大家会不会有一点误解 因为民党说非和家园以外 刘老师你会不会是误解 他讲他们没有讲说 那个厨艺什么什么这些 他只是现在税修吗 我当然也可以 可以来替现在的政府来稍微缓和一下 譬如说我今天还特别问了 因为我看了这个我也吓了一大跳 怎么会这么快就给他 我也稍微去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原来的援委员会他们政府 就国民党政府原委员会 还是我以前认的 那我就问了一下 原来那个休合一的一号机啊 是在政党交接之前就修好了 之前就修好了 那因此就是说 国民党故意摆的 修好了不运转 交给民党运转 我懂嘛 我懂 我還沒講完嘛 我說我還在問清楚說什麼時候修 要修到什麼時候修好 為什麼國民黨 因為我一直有個疑問 才兩個禮拜 有這麼急嗎 那個電視哪裡 現在有人告訴我一個數字嗎 那個張景森也好 因為張景森最早提到一些限電的問題 或者這個政務委員也好等等等等都提到 有人告訴我一個現在到底缺電缺到什麼程度 現在溫度最高了 你告訴我非要馬上把一號機恢復發電為不行 叫做病聯 沒有嘛 沒有 你知道我最討厭的是什麼 我最討厭就是說最簡單的方法把理想放掉了 那個戒毒的人他只要撐過去就好 撐過去 可能要痛一下 可是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有一個人在邊上放了一顆小藥 一個小藥丸 就是今天晚上舒服就好了 他就脫過明年了 他就一年沒事 吐下去了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講 我今天並不是說那個修是國民黨修 修好也是國民黨修好 我不想講那一段原來 可是如果今天主持人要問我 因為我前面已經講過我非常不贊成這個政策 因為他找一個最便宜最舒服最簡單的方法 就把一號機恢復了 也不過就1.7婆燦爛 可是他們就沒有好好商量 坐在那裡商量 我們有沒有別的方法不要恢復 我們設法度過這一段難關 雖然現在才六月有七八九很難過的 我當然知道 可是我相信絕對不是沒有辦法 這位李世光 因為我不認得李世光經濟部 我也不認得台電員工 可是我絕不相信為這1.7過不了關 如果這過不了關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的 真正挑戰是選舉前 和一場全部要除役 我現在不管學生怎麼講說 其實更要提早 我就按照最理想的 2019年要除役 答不成民進黨在2020年就會受挑戰 就憑這個政策 我真的提出預警 不要講兩三年很快 他就會真的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民進黨所有的誠意都會被質疑到 OK好那我們讓大家來看一下 有關於和一這件事情 當林全院長說在安全前之下 考慮這件事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出來 這大概是國內最大的一個震撼帶 尤其是長期以來對於民進黨來講的話 講到非和家 民眾聽到了又是什麼感覺 剛才專門員有講 會不會有一點小誤解 那個廚藝或什麼 但是整體 大家還是要看民眾感受又會怎麼樣 來 環宣 好 張台零那個是不是真的要重啟 合一呢整個狀況 我們來看2014年12月的時候 當時這合一場大修 就發生燃料組件把手鬆脫的 這樣一個事故出現 所以這個合一場 我們看到一號機是停機的 到了2015年3月份的時候 立法院就通過了 民進黨我們看到這個 律委就是政立軍的提案 要求重啟之前 這圓能會要先提專案報告 結果呢就看到這個 2016年的這個 6月2號的時候 因為遲遲無法 專案報告停機了這個 17個月 所以一號機預定 在2018年的12月除以 那麼現在到這個 6月2號的時候 我們看到圓能會主委呢 他直接告訴大家說 已經安排到這 教委會報告 若是經過同運的話 最快3到4天 就能夠重啟 合一一號機 好 我們看到接下來 林奎直接告訴大家說 在第一個不研議 第二個安全無語 兩個前提之下 合一的一號機朝向 重新啟動來做思考 接下來也看到 這個經濟部長李世光 直接告訴大家 他說合一場的不是重啟 是完成檢修之後 恢復並聯發電 但是大家都記得 這個民進黨是反核的 甚至上在2000年的時候呢 民進黨政府停建核四 當時唐飛還走人 接下來還推出核四公投 到2014年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前主席林毅雄呢 他還表達整個 停建核四訴求 還展開了絕食 也大家看到了 蘇貞昌 馬英九 會命之後還唇槍舌戰 那麼在2015選擇的時候 看到蔡總統直接告訴大家 說要務實推動 2025非核家園 好 那麼接下來就看到了 國民黨的黨團書記 找林德夫就說 民進黨過去都反核 還提出2025非核家園 又見到民進黨法夾灣 他更說呢 國民黨支持非核家園 反核團體應該要出來 講講公道話 而對於這個律委則說呢 他說林毅的這個發言呢 並沒有違反民進黨的政治承諾 2025非核家園程度都沒有改變 還是不要老是拿這個 法夾灣來扣帽子 2025非核家園呢 是講核一核二不研議 核一還在期限之內沒有研議 哪有法夾灣的問題 但是看到環團呢 出來抗議了 甚至還按鈴聲告 好 民進黨就說呢 民進黨選情叫爹娘 選後害爹娘 還說呢 林毅呢根本是拿 台灣人民身家財產 開玩笑 謀財害命 甚至直接告林毅 涉及到公共危險罪 防害秩序以及毀損罪 OK 好 好 那但這裡面所有 包括中間有沒有誤解 或民眾的感受 是要交給所有民眾 包括現場來賓 要提供個人看法 但只有一件事 姚老師剛剛講有一段 你必須講 最起碼林權講的是 就是最事實的陳述 就是要不要重啟嘛 所以他有兩個前提 他用的最起碼是重啟 我說實話 李世光 我也不知道是誰 提供給他這幾個字 叫病聯發電 這姚老師剛剛講 這個文字遊戲 真的不要再玩文字遊戲 因為他現在就是停機了嘛 停機要開啟以前 要不要重新啟動 最起碼那個on off 要不要按一下 它就是個重啟 你就算 對 玫瑰的芬芳 不是因為它叫玫瑰 好不好 那個屎臭 也不是因為它單純叫屎 是本質的問題 是 它就是開始run了嘛 對 那你幹嘛在乎這幾個字 你覺得你講病聯發電 所有的老百姓就會說 好棒好棒 那我們病聯發 它不是嘛 它就在於跟長期來民眾的感覺 就包括過程當中 每一個政治團體 或政治人物的論述 民眾的感受是怎麼樣 它的重點在這 嘉宇 它最大的問題就在 民眾的感受 包括就講說有沒有法 所以你看 國民黨又 法查官又拿出來了 然後盛禍就在講說 而且如果從推論 姚老師剛剛擔心的是 這件事過不了 那以後碰到所有的問題 你們兩個萬一都過不了 會不會到最後變成 2025也過不了 他擔心的是這個問題 對 不是名字啦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要記取國民黨的教訓 不要瞎啊 就是說在這件事情上 站在人民的感受上就是說 合一確實它停機了 而且現在民進黨不得已 要讓它重新啟用 那這整個過程 當然民眾會覺得 就像姚老師會覺得 非核家園一直是民進黨的理想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 有點太過容易去妥協 沒有去做努力 就是說在這過程中 如果你窮進一切的方法 你告訴民眾說 真的不得已 非啟用不可 那我覺得民眾是可以接受 可是到目前為止 感覺這新政府 接受這合一啟用的速度 好像來得太快了 會讓人覺得說 那如果你的非核家園的 這些努力 你都沒有去 去盡到你的一切方法 你要怎麼去實現你的2015 2025非核家園 那但是民進黨到現在 目前為止 你不能說我們的核能政策 是跳票的 因為核一廠的儲藝 是2018年12月 才有儲藝的問題 所以到目前為止 核一核二的儲藝期限 都還沒有到 如果儲藝期限到了 民進黨還沒讓他儲藝 那民進黨是難辭其咒 民進黨也必須要為這個負責 2025非核家園如果跳票了 那政府也必須為這個負責 因為這是藍綠的共識 藍綠都推 力推2025非核家園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沒有任何的藉口 很多人質疑說 台電它也是想辦法去掩蓋 一些事實的真相 為了目的就是要重啟核電 因為台電的某一派 特別喜歡用核能電廠 因為核能電廠有太多的利益 光是核四就幾千億 據我了解台電還有一批人 一筆預算 專門在網路上 用那個什麼非核家園 或是反核的一些 就是網路上的留言 然後去攻擊 像我自己就被一些反核 支持這個核電的人攻擊 就是台電的人 他們自己編的預算 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意思是說 台電他們一起來都主張 要使用核電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在相關的數據上的收集或了解上 有沒有讓民眾了解說 真相到底是什麼 台電有沒有去掩蓋現在電力的真相 目前電力是不是真的不夠 其實大家想要知道的是這一塊 核一號機重啟 那不是在開機器 是不是差別開起來 然後隨便關起來就可以 核電廠如果開始重新運轉之後 像我們的抽墟發電 就是利用夜間用電量 比較少的時候離風用電 然後再把一些水力把它抽到上面 然後隔天再來發電 所以重啟核電廠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工程喔 不是說鑰匙插進去 然後就可以打開了 所以這個民黨 民黨當然他要重啟一號機 我覺得他的立場方向是對的啦 這個要跟你們肯定 當然要有道德勇氣嘛 那被人家質疑說轉彎 可是這個立場 跟國民黨過去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們的立場就是穩健減和嘛 是啊 不要笑這是事實 就穩健減和啊 我們立場一向說 核一二三如其處一 那核是讓它運轉 因為比較新的機組嘛 那你們現在 要讓比較老舊的幾十年前的 核一號機的一號組 要重新恢復運轉 當然他的安全性受人 受人家質疑嘛 那可是這是回到國民黨的路線上 就是穩健減和嘛 可是你們要受人家批評 一個就是道德風險嘛 一個就安全嘛 人家批評說你們把夾彎 你們要蓋瓜承受啦 還有第二個 你們要維持2025非核家園的時候 要怎麼做 減核之後 全部 假設2018年底 一號機除以1.7喔 那之後陸陸續續到2025要落實 非核家園 現在核電喔 核123喔 佔18% 18%你們怎麼去弄 過去台電也評估過啊 如果全部都用風力來替代核能18%的話 全台灣全部 從台灣頭 他到台灣尾了 風力發電機喔 還要離岸喔 澎湖金門馬祖都要喔 要全部都插滿喔 才有辦法取代核能嘛 那可不可憐 核能在那個風力發電機在苗栗 在幾組那個在那裡施工的時候 啪啪啪啪啪 居民就抗爭嘛 說那個風力發電機太吵了 半邊都睡不著 一樣有人抗爭耶 怎麼辦 那好如果改做其他的 譬如說太陽能板 台電也評估過耶 要把全台灣的 全部的土地都鋪滿太陽能電板 有辦法嗎 所以你們要如何 落實2025的非核家園 你們要把方案提出來吧 這怕都沒有吧 只是說呼籲大家說要節能省電 節能省電可以省掉18%的核能用電嗎 我覺得民黨要負責任做一個說 2025非核家園提出方案出來嘛 從現在2016到2015 九年之間 不好意思 蔡英文只有八年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騙選票吧 你至少你八年內要講清楚 你怎麼巴掌 非核家園 怎麼用替代核能要做到嗎 而且 這件事情為了1.7% 因為林全畢竟是行政院長 可是這整件事情 他的後挫力 不只是到行政院嘛 因為大家一定會 因為小英總統 選上的是小英總統嘛 所以大家到來 難道這件事情 林全要講這句話以前 我相信不是林全自己 就直接講了吧 他也知道知識體態 一定勢必要跟府方 就跟小英知道說這個問題 小英他會問一下 為1.7% 你要讓我承受民眾多少的一些的質疑嗎 這1.7%值得嗎 沒有別的辦法嗎 因為小英前沒有講 民生用電 最起碼短期不會大帳 不會怎麼樣 如果照民生剛講 我們的電如果萬一真的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這兩個都是兩難的問題啊 我先罵一下馬英九 為什麼這個罵馬英九 因為我現在發現馬英九 是真真正正的藍皮綠固 因為核一的一號機是他停下來的 核四是他封存的 是 瘦肉筋是他擋掉的美豬 現在人家上台了 通通 全部都開了重啟了 那我說你這個馬英九真的是 最佳綠營的執行長 真的是好厲害喔 政權也都執行掉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一次民進黨鬧髮夾彎的話 那二折一啦 我說那個瘦金我盡量吃 我盡量吃 你要吃多少我都吃 兩個挑一個 但是我不要這個所謂的核一重啟 核一一號機跟二號機 再加上核四這三個核電廠 他們的總個發電量是12% 等於12% 一年四百億度 電 那我們每一年發電多少呢 這個是掉出來的齁 1999年到2014年 這邊是1657億度 這邊是2155億度 我們的發電跟我們的需求是一樣的 他連小數點都一樣 就是說我們需要多少 他幫我們發多少 不能夠存電 存電就沒有了 所以這歷來也沒有限電過 那民進黨為什麼現在 就是說核一一號機要重啟 他們顯然是打破了他們先前選舉 給我們的那樣的一個承諾跟口號 說絕對不會缺電 然後那個民生用電也不會漲 可是呢 現在我就要問了 誰告訴你缺電 你沒有給我們數據啊 黃蟲球就是台電的董事長 選前選後都告訴你 因為聽說他常跑老柯那邊 柯建民那邊 他從來都說不會缺電 好 那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告訴我們會缺電呢 這是一個大災問 因為如果沒有缺電問題的話 就更不要考慮核一 對 要不要重啟嗎 對不起 我現在一直在困擾 要不要講重啟 你們大家溝通一下 要不要用重啟兩個字 因為這是今天行政院發言人講 是沒有錯 因為當媒體追問說這個林葵 他一提到有關核一重啟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總統府發言人 他就說重啟 那是你媒體的用的這個文字 我到底要用什麼 就是重啟 要用病聯發電是不是 有互聯網 這個什麼網 互聯網就是沒有病聯網 不要跟我們來這一招 OK 我跟你講 這個林權繼續在說謊 民進黨繼續在說謊 因為 滿40年的核電廠 40年喔 停止運產前的5年 你就要提出研議的申請 對不起 核一廠的一號機二號機 都已經提出研議的申請 一號機是早在福島發生災變之前 就提出了 你現在為什麼會給人家感覺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的 原因是說 你說 停議 我們都相信了 可事實上 你 停議之前 你是研議的 研議的計畫已經丟出來了 因為一號機是1978年建的 到現在38年的 二號機是1979年 分別在後年跟大後年就要停議了 前五年你要提出研議的申請 代表是研議中 那你就不 你一定是要批准這樣的一個研議計畫 所以你今天如果研議 你以後會研議喔 還繼續研議 你就不會停議 他到時候可以不准啊 好 你提出申請我不准就這樣 所以我只是說 我有這樣的感覺 OK OK 你停議就停議 那前五年就提出申請了 那你現在搞了一個給人家感覺是 要研議嘛 那再者剛剛明賢也是騙不懂的啦 他就給那個講那個什麼 那個風機啊 風力發電 那個什麼太陽能 我們如果進行時間電價 我們如果進行電力買回 我們如果進行平易尖峰電價 我們再發展這個再三能源 因為這個空間要釋出嘛 OK 你怎麼會知道 這個我們會有缺電的這樣的一個危機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還是要把數據拿出來 再說民進黨現在要解決一個問題 一號機大修對不對 不只是修了現在復了 恢復了擺在那邊 而且安全不能由立法律願來決定 我也不相信台電跟遠等會 就跟我以前打那個馬英九政府的時候一樣 太多是那個台電跟你隨便亂扯 要解決的是什麼 我們的燃料棒在核一跟核二廠 容納是3083樹 就它的空間3083樹 我們的一號機燃料棒 因為它要有個新陳代卷 每18個月它要更換112樹到124樹 一號機這邊還有四幾樹沒有退出來 OK 現在只剩兩樹的空間 你告訴我 這很恐怖耶 我們核一廠的一號機用的是福島一樣的 福島的那個核電廠設計什麼都一樣 所以你讓我們沒得選擇啊 你是叫我們用那個LKK到38年的老機組 還是說你要逼著核四重... 不會啦 沒有啦 目前沒有這樣 不會起風啦 它會被連發電而已 對 不管是小科研或怎麼樣 你說就是說心裡毛毛的 那你還跟我們講什麼2025的 對核家園呢 所以莊委員這裡面有所謂說謊的問題在裡面嗎 根本是為了這個演藝做好準備嗎 其實喔 這個大家放心 你說演藝的部分 不只台北會反對 我屏東我也有一座河山耶 對啊 你說屏東的河山 你說給我演藝 你試試看我要帶頭跟你抗爭 那不可能嘛 你說新北市有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第一個跳出來誰 一定是黃國昌跳出來 一定說他時代力量一定反對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說核一會不會在演藝 這個民進黨的立場非常清楚 但是啊 如果國民黨今天的理由是像 光金姐剛提到的是說 你這攔料棒 你都沒有空間可以退啦 你又拿出一個解決的方式 如果問這個那我就贊同啦 那不像你現在 國民黨現在跳出來講說 你看嘛 你這個勇氣我跟你肯定嘛 但是如何如何 你這個又落掉了 也就變成說 你現在論述看起來是反核 其實你的道理裡面講出來 幾乎全部都是永和啊 今天如果說 到2018的12月的時候 核一繼續在運轉 那我告訴各位 新北市人受不了 大家一起來譴責民主進步黨 我覺得都非常合理 現在已經在譴責了 我住林口 所以我說嘛 我怕得要命啊 所以今天他到底 是不是算做重啟 我就一直覺得說 到現在也許我比較 奴頓 我就跟各位的看法 就比較不一樣 你先看看正立軍那時候 2015年3月講的 要求重啟前 我就告訴你 我在敬佩正立軍的時候 就像我在敬佩姚老師一樣嘛 這個他們的想法 我都懂的 我怎麼會不懂呢 我現在告訴你說 政府的政策 當年的正立軍 他不代表叫做政府嘛 你當初做出來的一個決議 是說好 如果說合一的一個一號機 你今天修完 檢修完畢以後 你必須要到交易委員會 原論會你必須要到交易委員會 來專案報告以後 我才要放行 並不是當初說 我們把他合一的 一號機把他封存了 不能再動了 那你今天要重新再來動 那叫做重啟嘛 那當初是因為 有問題了 來檢修 檢修完以後 如果說檢修完 不是為了當初 有講到說 不讓他繼續運轉嗎 也許你們當初背後的寒意 是如此 可是對行政機關來講 就是說 我就修理 我就是修理嘛 修理好 我來幫你報告嘛 報告後就是要運轉嘛 但是到2018 拍謝 誰都不能讓他繼續 讓他研議 我的解讀是如此 我想委員真的要做久一點 我就會知道歷史 是啊 所以我就去提問你們的違言大意 你也聽我講 今天 因為你這樣講的話 有針對性我就必須要去講 你是資深的沒有錯 但是他就是論事嘛 過去的政府的態度是如此嘛 你們現在講出來 哪一句是反和的 你們的論點幾乎都是永和 所以我才覺得你們是神經錯亂 那我現在就講 四年前就在上一屆立法院 剛開議沒有多久 核二場一號機 錨定螺栓斷裂 也是要重啟 結果民進黨強烈杯葛 就在立法院 國民黨就是上面下達指令 一定要通過 所以我們就從教育文化文會 打到經濟文化文會 後來打到國民黨黨團 包括我跟林淑芬之前都有衝突在 但最後我們過關了 但過關以後 也變成國民黨落得一聲罵名 就是說你不顧大家的生命安全 硬是讓核二場一號機重啟 當時對於核二場一號機 講它重啟之後 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也講了非常多 但國民黨那時候選擇說 我還是要讓它通過 因為如果不通過的話 我們的這個備載容量是不夠的 好了再經過兩年之後 就是發生了核一場一號機 這事情 這時候國民黨學乖了 他覺得國民黨碰到核四的問題 我們已經退讓了 如果這個核一場一號機 我們再讓它重啟 可能國民黨未來選舉 你很難獲得民眾的認同 雖然2025講說不研議 但大家的默契 就是提前用技術去讓它處理 你今天如果破壞了這個默契 民黨你對不起大家 國民黨已經在核能電場上面 我們輸了很多 但現在我們就信守我們的承諾 這個事情 我們就贊成廢核家園 核四之所以在台灣爭議那麼大 各位一定要知道 是因為我們根本不相信台電 台電的管理或者等等等等 裡面有些人摸不動 我就不要再細數 我們在這裡談太久了 上個半年 三月份我記得沒錯 台電還答應 說台中火力發電廠再降載一部分 也就是它再少發一點電 因為污染太嚴重了 那個時候台電的說法是說 我們還有一些燃氣的發電量的空間 因為全部的燃機組 桃園大潭 苗栗通宵 高雄什麼叫新達 這個嘉義大林燃氣發電 我們現在發電的這個 才只有30%的這個量 你可以稍微提高 可是你知道他為什麼不願意提高 因為台電永遠用成本來算 燃氣較貴 所以就不提高 你不提高這個 你想把核重新發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政治選擇 這就是我認為的 也就是說我說我剛一開就說 很簡單的現在缺 我希望多保2%的這個空間 我立刻我就想到核一修好了 咱們把它恢復 這個當然我並沒有說 非核家園跳票 因為那個跳票 民進黨會背負很大的政治後果的 可是我只是說 如果現在這個場合 明明還有燃氣的空間不用 雖然那個會貴 明明連那個火力發電都還可以降 為了空氣污染 就表示有好多好多可作為的行為 可是對於台電 台電對這個新老闆 他最簡單應付的方法就是 一號機修好了 我們馬上可以恢復 然後這個政府就收了 這是一個非常不智慧的政治選擇 而且對選民會有個誤解 雖然我知道民進黨不敢 就是說真的非核家園遲言了 那對民進黨是毀滅性的一個問題 我相信它不至於 可是你當你妥協了這一塊 我告訴你明年問題更嚴重 你只能把問題一直疊 疊到最後非除以不可 你再去想那個燃氣的問題 你再去想其他的問題就慢 不如這一次 因為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重啟 現在還沒有對不對 並聯 就撐過去 撐過去 並聯 你就嘗試找專業的 尤其我覺得 我們在這裡談好久 我們那個時候一再強調 國民黨那些負責的人 跟台電的那些 從頭到尾都被台電的 有一些專業 因為台電是站在自身的立場 在思考問題 被它蒙混了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數字 跟台電提供的不一樣 我覺得新政府不能夠依賴 現在這些台電的專家意見 因為對它來講最簡單的 就是把合一把它恢復 因為修好了 這個只要被台電拖著走 明年一定還是台電的主導 這不是好的政治選擇 你剛剛講這一段 其實我們一直也在思考這件事 其實從1月16號選上一到現在 有很多的一些議題 包括這次嘛 淘雞淹大水以後 今天不是講說 兩個高層都要換掉 大家那時候有人講說 你們早該換了 因為有很多 包括這些除了官員換 有很多國營事業也該換 台電中 又不是大家在過程當中 從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面 討論到郵電雙掌的時候 那是馬英九馬中 第二任 一開始郵電雙掌 我們大家就在討論了 就在講說那裡頭 到底有沒有人謀不張的問題 有沒有就是在呼嚨 長官的這些問題 大家都在討論 那奇怪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兩個禮拜 因為這些數字 一定是台電要提供 給上面的長官 不管經濟部或小英他們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容易買單 所以為什麼你們這時候告訴我 因為那過程 你想想看 假設是在1月16號以前 如果台電是這樣講的時候 不管是小英 或是所有這些人 大家會怎麼講 你不要再騙人了 台電說 那為什麼台電 等到新政府520上來以後 台電這些高層也沒有換 換的是陶基 誰叫你碰到下大雨 OK 台電沒有換 講完了大家都買單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個我補充一下 你知道那個反核的方簡 對 他說他用命賭 不缺電 不缺電 他用一條命跟台電賭 真正的計算 台灣現在 我跟你講剛剛那個數字 閒置的 你現在講那個閒置的部分 你如果真算進去 台灣短時間不會缺電的 這個數字也是台電給的 2155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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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過就是 發電能力的一半 OK 代表我們用一半的機組 對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個能量了 那不要逼著 有一個藉口 逼逼逼逼逼 逼著說核是要重新啟用 那個 啟 啟風 太快了 我再講一遍 太快了 我不是說八個 那把晚一點宣布可以嗎 兩個禮拜 不是這個意思啊 不是說兩個禮拜太快了 而是這件事情 我不覺得新政府 尤其經濟部 在深入理解以後做的決定 不成熟 就像前一陣子有些官員們 太快講話一樣 太快了 為什麼 我講一個數字 三月下旬 才三月下旬都已經選完了 台電居然又申請在台中 多建兩個燃氣機組 它的理由是什麼 說因為台中的燃煤污染太嚴重 換燃氣 可是我剛剛才念 中華民國有八個燃氣機組 現在我剛才念的那個 有八個燃氣就只用到30% 你從這個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台電還在做生意 他因為你台中說污染 那我就從燃煤改燃氣 可是他就不願意去把那個燃氣 沒有用的機組把它運作起來 就好了嘛 可是他要建議兩個新的 那個又是大投資 又要數十億 對於台電很多人來講 沒有新的投資 台電就不能發展錯 這個就是我說選前的時候 我們覺得民進黨要移轉那個思考 我現在不是說只有方簡的資料對 可是我非常有把握 台電現在絕大多數的員工 還沒有把自己定位在 現在要往非核家園邁進 我絕對相信他們還在想辦法 拖到最後你沒有辦法成 因為他覺得如果真的非核 他就他的飯可能少吃一點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好像覺得怪他們 可是他們的定位覺得不是如此 這個就是民進黨現在政治上要做決定 政治上太快依賴技術官僚 太快 那我覺得這一點 我現在知道時間不夠換人 什麼董事長總經理 我也不是說一定要換人 我也知道才剛開始 一定要很長的觀察 跟熟悉起 可是現在做這個決定 就表示沒有了解全盤狀況 就下一個簡單的決定 這個對於未來長期會被台電看不起 會被台電吃定 也對於全民來講很難交代 而且這樣子容易解決問題以後 我真的覺得明年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會真的兩手一抬沒有別的路了 所以我倒覺得現在還沒有到那個急迫的時候 先停止思考核一機組的發電 不如去思考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發電的可能 或者減少用電量的可能性 這兩個 所以我還蠻喜歡李時光講的最後一句話 最後手段 他說最後 你聽到了這句話 他說核一 第一機組恢復發電 他是用那個 不要講了 重啟發電 他說一定要是最後手段 這就對了 既然是最後手段 請你把前面思考過不能做的 或能做的都考慮完了 再來宣佈 這個才符合新政府的期待 不是 楊老師剛剛講這個 因為這跟前面講說 新朝政府的一些官員發言 有一點不同的是 那時候都是個別官員講話太快 但這次是從林前院長先講了 而且其實我還是覺得 大家就不要再文字上面或怎麼樣 因為當初最早講重新啟動這幾個字 因為林院長接受人家賭麥講的時候 他講的就是這幾個字 所以大家才會直接用這幾個字嘛 好 那而且接下來這件事情 如果一直往下的話 家喻你知道這件事情對你們 不管是誤解也好 因為民眾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覺得說 因為非核本來就是民進黨的目標 所以國民黨一定會這樣再打 我可以預告告訴你 我覺得接下來會怎麼樣 剛才陳委員不是已經講了嗎 國民黨當時也吃過這個虧 就是結果被你們搞成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議題 沒有什麼媒體誤不誤解 到時候在立法院 這個問題一定會炒得比美豬還要大很多 國民黨不要講說五天四夜給你鎖在那個議場裡 他給你鎖五十天在那裡頭 就是說他們堅持不能夠重啟合一 好 並聯發電 OK 堅持合一不能並聯發電 然後到最後就搞著民進黨 要不得已一定要被迫用強勢投票的方式 或是議場進空 不管你用任何方式 然後經過那血溪的一戰 到最後民進黨要重啟合一 接下來所有的話語權都在國民黨身上 你們接下來面臨就是這個樣 為了1.7%變成這個樣 對 我覺得真的不值得 那其實今天方簡話說得很重 他說如果台電能夠拿出數據 證明說台灣現在缺電的話 他願意跳樓 這個話說得非常重 他說他拿生命來做賭注 因為過去的一些數據證明說 其實台灣的發電量高達4800萬瓦 可是我們實際上 尖峰時間用電只有3800萬瓦 很多過去的數據都顯示台灣沒有缺電 也還是說台電今天拿出什麼 你就相信什麼 這是我們要去質疑就是說 因為我們過去一直說要去整頓台電 因為台電內部有太多的問題 藏屋納購 這個大家都知道 包括預算的黑洞 包括整個核能電廠 後面龐大預算後面 有多少的人貌不張的問題 這個大家都要去問 包括我們內湖 現在很多高壓電塔 大家如果去看 都是台電蓋的 這些高壓電塔 上面都沒有電線 因為他說要接這個松阜變電所 但是松阜變電所 我們也不會同意他蓋 可是台電為了消化預算 拼命的蓋這些高壓電塔 拼命想要讓核能啟用 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新政府 現在要解決人民的問題就是說 告訴人民拿出數據來告訴他們說 真的我們現在要缺電 所以我們必須啟用核一 如果你拿不出數據的話 大家會拼命的拿去過去的資料 來質疑新政府說 你過去這樣罵台電 你過去說台電有這麼多的問題 可是你不去整頓台電 你不先把台電內部的問題先清理好 你就直接相信台電 我們會覺得說過去我們這邊罵台電 大家會怎麼想 我必須要強調 在民進黨裡面沒有永和的 在學生的論述裡面是 中國國民黨裡面有很多永和的 我必須要告訴你 我到現在我進到立白雲 我第二屆 我還沒有看到民進黨裡面 裡面有永和的 但是新的政府裡面 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就是說 他的講法裡面 我相信很多人不能接受 不只你們不能接受 不要講得好像我在跟你在論戰的時候 變成我是有核 那就搞錯了 那就搞錯了 所以我的前提 我就每次我就先講 第一個 非核家園這個目標絕對不會改變 第二個 沒有所有的核電廠 有任何一個研議的可能性 那個可能是零 我講的已經夠有氣魄了吧 但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新政府裡面 他必須要去檢討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去窮盡一切可能 去找出一些 我可以這些再生能源 或者一些替代能源 我可以來把這1.7 把它cover過去的 這些他沒有去講清楚 所以為什麼你在講的時候 我都聽著你們在講 你在講 我聽得更加不笑 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意思 沒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全民的一個共識 誰都怕嘛 像光清姐他已經提到說 美豬啦 那個核電 你給我挑 我要挑美豬 因為美豬你可以不吃啊 你這個核電的東西 變成發生危險 有一點點的危險性 沒有人有辦法去做一個承擔 所以我會覺得說 林全院長 他就想的太單純 他的想法就很簡單 我的2025啊 我不要給你挑票就好啊 第二個啊 這個不是封存的啊 是修好了當然用了 反正我到2018 12月以前我保證 合一這個部分 這個絕對不再研議 沒有委員 剛才其實學生委員講這個 難道林全一定知道說 他應該也知道 他這句話一講出來 光在民進腦裡面 就不得了啊 當然不得了啊 這句話要講以前 除了我相信 要先跟小英總統報告以外 難道 難道不能先跟立法院 大家就好歹先溝通一下嘛 就出來 對 總部的人只是大家 只在討論重新啟動 並聯發電 這個名詞的解釋 他想的太單純了 他想的以為認為說 他想的才不單純啊 2025我遵守 201812 12月的時候我不再研議啊 哪是這麼的單純啊 這個委員把責任單一化 當然重啟合一一號 既有他的政治效應嘛 可是你們都把責任 退給台電 台電很衰耶 好像說他出來數據都造假了 現在沒有退給台電的問題了 好 我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像家瑜這樣子 今天第一個 我現在表決的是我在表決 我們來開什麼玩笑 那待會我們要承受 竹士林全出來講 大家回想更早一點 張錦生上禮拜出來講的時候 他說合一合二處一之後 還是列為備載用電的時候 張錦生在行政院開記者會 他有特別出來講 他是4月中的時候 已經跟那時候還沒上台喔 跟經濟部長李世光 已經討論過了 他們那時候評估說 今年用電就會夏天會很艱困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 他們就要討論說合一 合一醫藥界要重啟 整個考量還是在經濟嘛 還在產業面嘛 所以現在遇到兩個一個問題嘛 你到底是要落實非核家園 我就點六條就好了 大家就是苦一點 還是第二個 我在不影響 不影響用電的情況底下 我要發展產業嘛 所以你兩害相權取其輕 就是合一醫藥界要重新啟用嘛 不是並聯發電 重啟就重啟 大膽一點嘛 你要承擔的道德風險 跟政治責任 你就要承擔嘛 產業界最擔心什麼 剛在競選的時候 蔡英文講了多少次說 我保證任內不缺電 沒有說十分 誰沒有說九分 包括張專門他還說 台積電不能一分鐘缺電 如果真的停電缺電的話 那會有什麼影響 對產業界會有什麼影響 剛剛大家提到 你們都對台電的數據有疑慮 好我這樣舉例好了啦 包括昨天的貝仔用電 發電量大概9.3%啦 那到6%以下的話 大概就限電的危機 可是這些容量都還夠啦 只是民進黨現在講 包括林泉前幾天說過 今年經濟要保一不容易 可是你當有限電危機的時候 當有台電危機的時候 對產業的衝擊是多少 對經濟的衝擊是多少 我覺得林泉整個內閣思考 還是在拼經濟 我覺得他犧牲了 非核家園的一個目標 林賢幫我們講出了我們的心酸 就是說 林泉他必須要去拼經濟嗎 所以非核家園就犧牲啊 那就騙選票嘛 但是政府還是要告訴人民說 非核家園是藍綠的共識 是沒錯 但是為了達成非核家園 我們要付出什麼樣的犧牲 包括說電價可能會上漲 就是電價成本會提高 這是沒錯的 但是台灣不適合用核能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一步一步 你要怎麼去教育人民 要讓人民知道 這是我們要去做的 所以現在林泉或許 真的核一這個問題 太過容易去做了 他沒有想到說 核一會引發大家去討論 是不是質疑未來民進黨 非核家園可能會跳票的問題 他可能沒有想到 他可能覺得說 對不起 他不會沒有想到吧 民進黨內部一定沒有進入討論 就跳票了吧 我跟你講 民進黨這一批 尤其是林泉 他們都是選戰 甚至蔡英文他準備參選的智庫 是 林泉是領頭羊 哪一個政策 尤其這麼攸關 這個屬於 這民黨的基本 理想基本價值 2025年非核家園 這是蔡英文打得非常響亮 而且他們做撤子 以前在打明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他們做那個撤子 非常清楚 還告訴你怎麼去解決 核廢料的這個問題 那現在呢 我覺得露了林泉 林泉 你現在是反核還是永核 你為了什麼因素 在這個我們現在看到你這個 所謂的1.7%過不了關的 這樣的一個立場上 有了重啟核一一號機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出來 必須要講清楚 那你們選後 520上台之後 放棄了立場 我為什麼膽敢這樣講 不是一個假議題 是因為你們不再反了嗎 林泉做這樣的一個政治決定 我必須要再講一次 國民黨也許你們看了喜歡 你們會認為說 跟過去你們的立場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執政 你說合一的問題 合一這個 我發現我們黨內的同志 我們是不滿意的 我也必須要跟你這樣講 我只是說 因為政治上的一些倫理 我們希望行政部門 你為什麼這麼快就妥協了 為什麼很多方案 你可以不去好好的去 跟民眾來做說服說 提出這個提出這個 那今天才發一個最後手段 這個都弱掉了 都弱掉了 但是會不會因為如此說 一個林泉就好像弱了 弱不驚風 你的意思是說不幹了 沒有這種事啦 不是 我覺得他未來會 越來越難做 大家現在是因為看到 他是小英非常重視以賴的人 他也是一個人才 你們還在忍 但忍到哪一天 那個政治力量壓過了專業的時候 就是林泉撐不過去的時候 林泉的問題不在這裡 OK 可是如果很多的一些議題出來 對不起 那林泉的問題在哪裡 你說林泉的問題不在這裡 林泉的問題不在這些判斷 林泉的問題是在過去馬正文 這八年的陳柯 你如何把蔡英文這些政策 你總要做出來吧 你現在講的是一個信賴的問題 政治決定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這個部分 因為他真的確實 賭麥的時候也沒有去講清楚 他的認知裡面 我會覺得他只是講說 2025 我絕對非核家委也可以搭得到 2018 這個合一 這個合一的部分 絕對不會讓他去研議 他當初的想法太過於單次 下次再讓他做決定 我相信他不會這麼輕易的講這話 合一總統也有講說 如果要是好 不管你說合一 最後是不是真的要重新啟動 對民黨來講一定會有一些衝擊 不管這些或是陳前總統 所有這些事情 但是應該都抵不過 如果林泉真的能夠 把在選舉過程當中 小英總統所有 你說大家在他的政治承諾 或很多的這些 好 講年輕問題 如果能夠處理 國民黨今天在審不讓黨產 過了 過了 禮拜三就送出去了 國民黨全部都退席 OK 最後講 如果這些東西 會不會民眾兩鄉權衡之下 就會接受這個 OK啊 合一 合一反正又沒有研議 但是這些事情解決了 就OK 不會 所以剛剛你看他講的多興奮 你看不讓黨產國民黨退席 就通過了 對啊 合一一號七 你那個話不要講相反 國民黨今天所有人站出來說 謝謝 謝謝民進黨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黨產跑哪裡去了 結果從第一條到二十一條 哪怕我從第五條 開始提修正動議 每一條你們都反對 結果到最後你們發完 發完意見 發表完意見以後 全部都退席了 當然就過了 所以我希望你們態度就一致 就是 對於處理國民黨不讓黨產 你態度那麼積極 處理複聯會 處理紅十字會 都可以進負二讀 為什麼對一個紅 對一個核一一號雞 你們如此曖昧 對一個美牛 合理喔 我接受 我接受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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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不出話來了 對 他接受 公開媒體 我接受你的意見 我跟你說 林全將的一個決定 我們也是不滿的 不只我一個人不滿 所以最後民心人 大家決戰點 不在核一重啟 不在什麼 而是在於民進黨過程當中 把這些東西搞定 他們還是可以擁有民心 我 搭情人車過來 他就在講 聊一下我覺得 他的立場很綠 他就講說 沒關係啦 民進黨很正 這四年經濟很壞都沒關係 年輕改革 如果做不好沒關係 轉型正義做得好 你們國民黨的動作 一定要處理到 他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立場 是屬於比較綠 甚至比較勝率那一塊 他可以接受 民進黨一點政績都沒有 經濟都很爛 大家發肚搖搖搖沒關係 轉型正義做好 國民黨的黨產 把它處理掉 他這樣就可以接受 可是其他的比較 淺綠到中間選民 如果真的經濟做不好 你們只有處理黨產而已 可以接受嗎 接下來譬如說 年輕改革拼經濟 所以很多民黨的朋友在講說 林權帶著鋼盔 他比較像陸戰隊搶攤的 可能第一波就陣亡在沙灘上 很多民黨的立委朋友 他自己私底下都在那邊講 林權可以撐多久 搞不好撐到明年初就 人家上任才兩個禮拜 你們就在討論 沒有 他只要撐到明年 明年縣市首長就任期過半了 你客戶的林權明天就馬上下台 你熱死了 我告訴我 所以我們來看說 光是國民黨他們都不斷的 林權撐不久 會這麼誇張嗎 我覺得還不至於 但是我覺得大家會 謹記蔡英文所說的 做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就是說很多政策到現在 看不到你溝通的效果 就是說包括核電的政策 包括之前端午廉價 國道收費的問題等等 很多政策我們還是面臨說 政府沒有辦法把你的政策的想法 說出來 其實我覺得你只要把你 執政的困境跟你的取捨的原因 是什麼說清楚 讓民眾知道 我覺得民眾是理性可以接受 可以溝通的 等一下 可是核一的這件事情 其實理論上來講的話 我還是回到 因為長期來其實我們在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其實我們K國民黨在講說 你們難道行政立法之間 你們自己人不能夠先談 每次出來以後 讓我們在媒體討論這些東西 都搞不清楚 你們是不是同一個政黨 像這件事情 因為民黨的立委 對於核一這件事情 其實意見非常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得到 而且發言都 罵翻了 對 真的都是這樣 那這件事情就算要講以前 我還是回到那個 難道不能有一個類似 就像我們講 行政立法之間的一個 就大家先讓你們知道 為什麼有可能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本來 如果台灣的經濟 真的要這樣 你們能接受 如果要連你們都不能接受 那件事情就不要講 老百姓更不能接受 不是嗎 對 一個好的政策你要推行 你要先說服自己的人 要接受 因為我剛剛看邱毅營她都說 如果核一重啟的話 民進黨人都應該覺得丟臉 也就是說 包括民進黨立委 對這件事情都非常的反對 也非常的反彈 可是政府 你有沒有辦法 把你的政策目的說清楚 如果連民進黨自己 都沒有辦法說服的話 你要怎麼去說服人民 所以我覺得這是林權 他上面臨最大的考驗 也就是說你過去是技術官僚 你有你的專業的考量 可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在乎 過去民進黨的理想 跟民心的感受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這中間 取得平衡 而是只就專業 你覺得該怎樣就怎麼樣 完全沒有溝通的話 那完全喪失 當初蔡英文取得執政 去說服人民 讓人民接受 民進黨的一個主因 那這件事情 光潔 合一這件事情 算不算小英 如果這樣看起來的話 算是520執政以後到現在 這才應該算是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 在未來很重要的一個決定 對我覺得蔡政府 在測試民眾的底線 那我們也在看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的手是舉起來 還是放下來 因為現在好像為上億是從 瘦肉精這個問題也不再堅守了 那現在如果連內褲都脫掉了 就是那個底線 那不是鬧著玩的 你以我們常講說 走一個謀才來一個害命的 你們是鬧著玩的嗎 北北基 桃竹再加上宜蘭 整個在和風暴圈的是一千萬人 對不對 那五十毫希佛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威脅 我們只能接受一毫希佛 這不是鬧著玩的 那你們在野的時候罵 很容易罵 我們也跟著罵 可是到現在你們這個 反覆太激烈了 民進黨沒有核心價值了嗎 沒有信念了嗎 沒有信用度了嗎